朋友们好啊 我现在呢是在距法国巴黎 大概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的自然风光特别的优美 而且今天啊 特别是有他们一年一度的一个接会 有很多的食品供应商 都把他们的食品到这里面摆肚子 当地的居民啊 也都出来在这里聊天啊 娱乐呀 当然也在这里采购 那我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了 特别是在今天啊 我还参观了一个当地 特别有名的面包房 因为这个面包房的老板 是我在法国的一位朋友的朋友 所以呢 我有机会进到他加工厂的内部呢 来参观 那这个面包房 它的加工能力 每天呢 都是在一吨以上的 视频里可以看到 都是手工制作的 真的是特别的传统 把这段视频分享给大家 不仅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法国乡村的一些自然风光 人文的文化 更可以了解到 传统的 百名的法国面包 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看了之后 大家可能也就会了解 为什么法国的面包 这么好吃 同时也是世界有名的了 好嘞 那接下来 咱们就一起来观看吧 像这样 一起进口 二次关我覺得 下边 这个干操 完全 linked 看着 至少 串 估计 中 一个 có 对 是你的咖啡 是你的咖啡 我們走出 framework 是你的咖啡 那是對方的咖啡 每個咖啡 你來審柴 那不是有ó Since じゃあ我們來寫 This is Suara 这就是一个门口 而且他们也保存在这里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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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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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